再來要送的東西 這個是弟弟老師教過的 弟弟老師教過的 他說台灣冬天 受蒙古大修戲團吹什麼風 東北季風 很好 問題是為什麼吹東北季風 好 停 講義上有兩張圖 但是希望你待會照著我做的事情做 照著我這句話 我現在要教你的事情是 以後人家考試畫一張圖 寫一段話 問你這裡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解決 我現在要教的是這個問題 你要學會 有的圖有等壓線 圖上有等壓線請看等壓線 圖上有等壓線 請看等壓線 應該要垂直 台灣在這邊應該要垂直 北半球向 右邊偏 我要你畫夾角幾度 30度 東北風 東北風 OK 所以我知道要吹東北風 還有一種題目 上面沒有等壓線 沒有等壓線 就畫圓圈圈做切線 台灣受蒙古高壓的影響 從蒙古高壓連到台灣 畫個圓 做切線 怎麼切 高氣壓順時鐘 逆時鐘 北半球高壓什麼時鐘 順時鐘 切線 東北風 東北風 好 所以 這就是我們 你教你的 你要學會的事情 人家考試 畫一張圖 寫一段話 問你 那裡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由等壓線看等壓線 應該要隨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沒有等壓線 就去畫圓圈圈 去畫圓圈圈 就是我們的做法 舉例 說明 簡單的做法 考試畫 寫一個甲乙餅丁 第一個問題 全簡單 哪裡風速快 以 因為等壓線比較密齊 第二個問題問 我們先寫個H 這裡高氣壓 第二個問題問 丁吹什麼風 由等壓線看等壓線 應該要隨直 北半球向 右邊偏 大約什麼風 大約西北風 所以西北風 由等壓線看等壓線 應該要隨直北半球向右邊偏 有一個颱風 颱風是低西壓 在我的北邊 由東往西跑 由東邊往西邊跑 請問你我的風向如何改變 沒等壓線 畫圓圈圈 在我的東邊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低西壓什麼時鐘 極略西北風 排風跑到我的北邊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大概什麼風 西風 跑到我的西邊 連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大概什麼風 西南風 所以有個颱風 在我的北邊 由東往西跑 我的風向如何改變 西北風 轉西風 轉西南風 每一等壓線 畫圓圈圈 這就是我們要教各位的做法 所以告訴各位 以後考試 人家畫一張圖 寫一段畫 問你 這邊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有等壓線 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 就畫圓圈圈 沒等壓線就畫圓圈圈 好 所以看這張圖 看到蒙古高壓 順時鐘旋出 旋到台灣 台灣就吹什麼風 東北風 台灣就吹東北風 好 當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這個結論要記住 好 吹東北季風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為什麼會地形抬升就多雨 為什麼地形抬升就會多雨 因為我們地形抬升 對沒錯地老叫地形抬升 為什麼地還就多雨 因為我們前面交過 一團空氣三升時 誰會下降 低聚誰下降 氣壓會下降 誰會膨脹 誰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結果 溫度就會降低 然後 水氣量少最容易 飽和 然後凝結成雲 有雲就會 下雨 所以地形抬升就會 多雨 所以 原因就是我們前面交過這個 前面交過這個 就是我們前面交過這個事情 好 所以我說你要記住 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為什麼就是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下降 體力膨脹溫度降低 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有雲會 下雨 這是冬天 我們吹東北季風 然後 換到了夏天 全島高溫炎熱潮濕 因為我們受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受太平洋大家懂得知道 同時我們以前講過 這個時候全島都是溫暖的海水所擁抱 海流 所以全島高溫炎熱潮濕 然後會有地方會下午後 雷正宇 然後我們以前有學過一件事叫做 這個時候台灣吹啥風啊 西南 西南很好 你們一定回答我西南 因為老師這樣教 答案叫做東南 為什麼是東南 來看一下 來 台灣太平洋高壓 有沒有等壓線 沒有 沒有怎麼辦 點過來 點過來 畫個圓 做切線 高氣壓什麼時鐘 順時鐘 啥風 東南風 老師為什麼這樣 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西部人多 所以人多的為準 所以我告訴你 台灣吹 西南風 所以 一句話 所以有兩句話 分開說是對的 合在一起說是錯的 分開說 台灣夏天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對 台灣夏天吹西南 季風 對 合在一起說 台灣夏天因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所以吹西南風 錯 受太平洋高壓影響 吹的是什麼風 東南風 那西南風哪來的 當會有圖 後面會再交一次 那個是來自於印度洋來的 來自於印度洋 印度洋 看到這圖上沒有 右邊 太平洋高壓影響什麼風 東南風 左邊長過影響什麼風 西南風 左邊是來自印度洋這邊的 OK嗎 好 這裡呢 要告訴你的學習的重點是 我剛剛跟你說過的話 人家 考試 畫一張圖 寫一段話 問你這裡吹什麼風 你怎麼知道 怎麼解決 有等壓線 看等壓線 應該要垂直北半球向 右邊偏 沒等壓線呢 畫圓圈圈做 切線 來知道他吹什麼風 你要把這個是學會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